充满黑科技的《中国登月服》一公开 就收获了国内外多方关注 其中就包括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CE·布曼斯克 他9月28日转发了《中国登月服》的视频画面 还借此吐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正在扼杀美国的太空计划 在9月28日中国第三届航天服技术论坛开幕式现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 启动《中国登月服》外观争名活动 现场首次公开了《中国登月服》外观 当天晚些时候 首位执行太空漫步的加拿大退役宇航员克里斯 哈德菲尔德转发了《中国登月服》的视频画面 他写道 中国已宣布 他们的宇航员计划在2030年前登上月球 他们刚刚公开了新的登月服 马斯克很快转发了哈德菲尔德的贴文 并在配门中吐槽 与此同时 再看看美国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正用卡夫卡式的门书工作 扼杀国家太空计划 根据美国权威词典维士词典解释 卡夫卡式一直具有噩梦般复杂 怪异或不合逻辑的特点 央视新闻报道 登月服外观设计灵感 借鉴了诸多中国元素 自2020年启动研制以来 登月服聚焦复杂环境 综合防护 人服能力提升 以轻量化 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 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 确立总体技术方案 为我国首次载人登月任务的实施 奠定了坚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 近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紧张关系 持续升级 争端集中在联邦航空管理局 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去年两次违规发射出以的巨额罚款 以及拖延批准兴建的第五次实费 马斯克早前强硬表态称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将对联邦航空管理局提起诉讼 指控其监管过度 9月26日 马斯克再度炮轰联邦航空管理局 一无是处 越来越多的新机构 和随之而来的不合理监管 正在让美国窒息 除了强化官僚主义 这些机构一无是处 马斯克写道 如果不进行重大的监管改革 人类和我们所知的生命 注定会灭绝 我们需要成为多型新闻民 和航天物种